今集介紹下半部分 如何認清渣男的臉相 大家的女士記得要看看 當然有些男士都可以看回頭 有些是男女通用的臉相 有沒有聽過? 茂子症 心術症 什麼是茂子?就是眼睛 通常是邪屍的那些 一定沒有好東西 看你的時候好像邪屍 又不看你 說話又不是看著你 顯得好像有些心事 甚至好像避開你的視線 不敢直視你那些人 A 因為沒有信心 B 不知道做了什麼 他覺得好像有東西要隱瞞 你會記住人的眼睛 靈魂之窗 為什麼叫靈魂之窗? 靈魂是很內在的東西 在眼睛看到那個人是否靜氣 我覺得每個人都有這種直覺 如果你覺得你看他的眼神 他的表情 你覺得是正氣的 的確你應該會感覺到 這個人應該比較正氣 通常不會坐到哪裏 當然也有一種叫偽君子 但如果眼睛不正 就一定不用太深入去交流 因為眼可以代表很多東西 第一你的靈魂是純潔不純潔 或者叫做人真不真 第二就是那個人有沒有自信 你會記住沒有自信的人 他會衍生很多不同的問題出來 沒有自信的人 很多時候就會變成有A 衝大頭鬼 即是說謊 很多時候 女士就最容易被這類型 騙到的 即是說謊 衝大頭鬼 你以為你撿到信盤 誰知道原來什麼都是衝出來的 即是他什麼都是假裝的 你會記住 沒有自信的人 其實是可以很恐怖的 過分自信的那些也是恐怖的 不過如果你真的要選擇的話 你寧願選擇有一點自信的那些 是可能會好一點 即是可能他都會盡量他的Action 或者某些的硬件 會Backup到他說的東西 他想證明他是做得到 即是他起碼會先做 但是有些是完全沒有自信的那些 有時候會怕你罵 怕你去罵他一些事情 或者怕你去遲到 他都會不知為什麼 是慣犯就是要說一些大話 我剛剛找什麼 要帶貓看醫生 什麼都敢說的 其實是一些無相干的事情 他又要說謊 因為他怕你罵 因為沒有自信 通常眼神薄弱的人 也是邪屍的人 是會有這樣的特徵的 所以就記住 眼神不夠的人 就是好像烏眉黑碎 或者是眼神不夠 邪屍 即是說話 不知為什麼 眼神好像斜斜地 看你那些 他是很大機會有這樣的特徵 所以眼神去救症的人 或者眼睛明亮的那些 我覺得他的人 心地都不會差對面 眼睛非常非常重要 而眼睛 也要說回桃花紋 這個位置 桃花紋 我可以說 不是一件壞的事情 但是你想知道 那個人身邊 多不多女人 或者叫身邊 多不多男人 他有沒有那種味 吸引異性 的確眼尾的紋 是可以透露到一齊 也可以是 代表一個人去 多不多選擇 多東西選擇的時候 出軌的機率 或者選其他東西的機率 當然是高 所以記住 越多魚尾紋 桃花就越旺盛 記住 我不是代表一定會出軌 只不過說人緣比較好 這個你可以去參考一下 第三件 又是跟眼睛有關 就是眼是下三白眼 什麼叫下三白眼呢 我現在畫眼睛出來 眼睛出來 這個眼珠 就是這些眼白 一白二白三白 這叫三白眼 雙書說三白眼的人 比較細膩 或者有目的性 甚至乎比較空殘 三白眼的人 很多時候是會 怎樣說呢 是比較自私 會想自己的事 你知道自私的人 不會念情 不會念情的時候 然後可能換了你 就像換車一樣 一樣的去換 所以你會記住 一致意識的人 有時候跟三白眼 他很擅長 就是 他會有一種手段 一直爬 爬 爬都不出奇 男女通融 所以尤其是 如果你遇到一些 叫做眼睛比較細的女士 其實這個命中率也挺高 一些男人 她就經常說 這個女仔好像 不停想向上爬 每个男人只会更有钱 他向上爬那只 很多时正正有三法眼 再加上我上集说过的 避尖下爬尖那些 完全是这一种 type 他很懂得上位 至于男士三法眼都不是好 其实是一样 他会自私自利 有时他会觉得说非理就非理 很恐怖 上书也有说 应该是这么说 任何歪的东西 在面相里面 任何歪得太交关的东西 都不是一个好的面相 所以歪嘴 就是容易会说大话 虽然我都很难见 一些人的嘴巴很歪 无论笑也好 甚至乎说话的时候 如果嘴巴不知为何歪一边 这也是要小心的 是迹象 渣男渣女的迹象 他会很懂得哄人 他要哄你的时候 好像全世界都可以 不知怎样哄下来 但是他也可以说很多大话 另外 这个是高手向的达精 也是和嘴巴有关的 其实嘴巴可以看到很多东西 另外 有些人说话非常高超 你根本不够他爭辱 亦都是他说话 口才非常好 就是这个叫凌角 凌角 这里 好像有一粒东西 很多出色的演讲家 例如好像孙中山先生 你看他的样子 他会看到好像很深的 凌角深的人 他说话必定都是出众的 为什么这个又会是渣男的面相之一 说话很棒 哄到你 你又相信 那很多时候渣男说话很棒 那些渣男就是这样 所以你记住 有凌角不是代表是一个差的面相 纯粹配合整件事里面 凌角就是可能你要遇到一个高手 所以这个你自己要小心 然后就是潮天鼻 还有就是狗公鼻 潮天鼻就是说 鼻子好像猪那样 就是好像你完全正面看他 已经是看到整个鼻孔 就是整个猪那样 那通常呢 潮天鼻就是比较 心性比较随和一些 什么都无所谓 你要记住 在戀外里面 什么都无所谓是不行的 就是有些叫折制能力 什么都无所谓 又是我和这个女孩又做朋友 和那个女孩又做朋友 和谁有什么亲密关系 又没有什么所谓 这个又说不知什么做契模 就是很多什么 是很容易 是的确是潮天鼻的人 是好似好疏爽好大方 很容易认识好朋友 但是是因为他感情上面 太过徐徐扁扁 你是不会喜欢和那些人拍拖 所以这些都是渣男的特征之一 什么叫狗公鼻 就是鼻这个位置 这个鼻头这个位置 很多时候好像有条线 好像有条线 好像动物一样 有条线 我稍后找一些资料给你看一下 应该这些会补回图 通常这些鼻子可能是性欲比较旺盛 有那些动物的天性 你知道吧 动物说得差一点 很多时候就是吃 睡 搞东西 很多时候他们的世界就是这样 所以就因为这种鼻子 可能会比较色色 都不出奇 所以是纯是 喜欢肉体上的戀爱 而不是很理你精神上的层面 再谈谈鼻子 究竟鼻带是否真的会渣男一些 十居其八九的渣男得起那些 他们都是鼻子比较大的 其实鼻子我都有说过 是代表财白宫 鼻带是没错的 你会记住 他们因为财力丰厚 赚到钱 财运亨通 那些东西 你知道男人有钱的时候 就去滚味 甚至去玩女人的情况 就会比较高 而且鼻子也代表欲望 也因为有欲望的人 才会努力赚钱 其实是一个理解 也是因为在八字上 其实男人以财为妻 财亦是特别女人的意思 其实相辅相成 所以鼻子越大越阔 尤其是阔 那些人的需求 就是欲望 甚至会占有欲 是会强很多的 可能他选中了一个女士 即是他会立刻 好像狮子樸裂物那样 我就说要得到你 这些东西是渣男的 所以你会记住鼻带的男人 我不是说他一定是渣男 但是他有某程度上的支配肉 甚至乎肉网会比较高 那关不关性育事 其实都关事 你说鼻子比较高 比较大 那性育是会旺盛一些的 性育旺盛一些 你本身胃不饱的时候 他就会出去其他地方找 就这么简单 然后就以后见筛 以后见筛 什么叫以后见筛 就是这个叫筛骨 这个叫筛骨 有些人去以后 即是在后面看过来 嘩 好大的东西突出 这叫以后见筛 这条线 这个jaw line 外国人很喜欢这个位置 很明显 但原来在上书来说 这些人是比较自私自利 反面无情 说反面是反面的 这些就是以后见筛 反面无情 背信弃义 所以他会追求自己的利益 是比较自私的 不是说以后见筛的人 一定会跟你反面 我觉得你维系到一个好的关系 其实他对你都会OK的 但是你会记住这一庭人 你一得罪他 或者他一发觉某些东西要反你的话 那的确是一个陰险小人 所以以后见筛 其实工作能力都OK的 通常以后见筛的人 很明白他想要什么 但是在感情上 你会知道 不是一样东西都分得不清楚 所以记住 如果是集合了 我刚才所说的那些特征 全部都中了 那应该你自己要小心 到最后 牙喇梭的人 都是渣渣的 那牙又关什么事呢 牙喇梭就很多多 牙喇梭的人 很多时候喜欢唱 渣男其中一样就是唱 譬如我和这个女孩在一起 又怎样 分手又在唱 或者是跟谁睡过又在唱 那些 有很多时候这些是非当人情 到处唱的特征就是这种 所以记住牙喇太小 太疏的人 又是要小心的 牙齿整齐 或者是嘴型漂亮 起码就可能守得秘密 而且你要记住 他平时静止状态当中 如果他的嘴都好像吞出来 即是猫眼腸 甚至乎好像口合不上那些 渣男家这个猪代友 你会觉得很笨 就好像有些什么 你讲完给他听 就转过头 就告诉别人 所以这些人都是不好 到最后 又是嘴 就是嘴唇太薄的人 寡情薄疑 又是你不和他有东西的时候 没有什么事情 但他一要决定跟你反面 反胎 甚至吵架 什么都出来了 而且他不会念旧情 即是有时候嘴唇太薄的人 说变心就变心 他不会念你之前对他有多好 或者念旧情 所以很多时候 上唇就是更感情 下唇就是更欲望 所以如果是上唇和下唇的厚度 是适中的话 即是差不多 那会好些 如果是上唇厚 就是更感情 他都会思念一下旧情 那些事情 但是你也知道 又是有麻烦之处 就是他重感情的时候 不是很多人都可以重感情 对很多人都要重感情 下唇是比较厚一点 就变成是肉 肉型会比较多些 喜欢蜜肉 比如可能是 尤其是我想如果男性看女性 你想知道那个女士是否拜金 那些事情 或者是否仲享受 下唇厚那些一般都是仲享受多些 OK 今天就先分享到这里 都分享了很多 其实游男游女 有时间可以说 遲些再拍给大家看 探索这个QR Code 就会进入我这个陈定邦的TG Group 我在里面就会分享 风水、玄学、新心灵、生活、理财 甚至乎科技的资讯 喜欢这条影片的 记得要like、share和subscribe 还要按铃铛 一有新片的时候 就会通知你